解放军在中面边境实弹演习 震慑谁 美俄的干涉打破了平衡 近日南部战区发布演习公告 解放军在8月27日到29日 在中面边境我方一侧组织士兵实弹演习 地点就在瑞丽市的湖玉乡 晚丁镇附近 镇康县 孟堆乡附近 耿马 歹族瓦族自治县 孟定镇附近地域 这一年多来 解放军加大了在中面边境演习力度 且都是大规模实弹演习 虽然通告上说是年度训练计划 但跟局势还是息息相关的 这次南部战区在中面边境演习发生了什么 自去年10月以来 缅甸军政府和缅北民地武组织同盟军冲突持续升级 同盟军实现了一些极端目标 在中国的斡旋下 经营出同盟军和缅甸政府军达成正式的停火协议 但是在6月份战事再次升级 目前情况就是缅甸内战争打得火热 不知是同盟军还有其他各种民地武装 还有美国支持的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纪残党 都在跟缅甸军政府在交战 缅甸确实战斗力很拉胯 现在除了几个口岸 中面边境的那些地方丢的差不多了 今生的几个口岸也不稳 这次是德昂军打进了南堪镇 并与政府军激烈交火 估计是看同盟军有口岸来眼红 想拿下南堪口岸 北山帮军也在跃跃欲试 这是缅甸内战 中国管不了也不会干涉 但影响到中国边境安全性质就不同了 之前因为中国打击电炸这件事 很多人将其和缅甸内战联系起来 甚至有人妄称中国支持同盟军 所以每当南部战群演习 有人觉得这是为了震慑缅甸军政府 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在缅甸这件事上的立场 这次演习地点 瑞丽对面是穆杰 目前军政府控制 郑康对面是国杆 同盟军在控制 也就是说我们演习目的是都震慑 让各方势力清醒清醒 别把战火烧到我们这边来 促使他们尽快谈判 缅甸一些民地武装 喜欢利用汉家移民的心理 不好感进而玻璃仪 其实说白了 缅甸一直是军阀格局的局面 只是他们体量非常小 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目的 各有各的主旨 并不是都是相对亲近我们的 现在缅甸非常的乱 虽然在打击电渣方面 缅甸来非常不给力 甚至有庇护的可能 但如果缅甸来下台 缅甸可能会分裂 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前不久 王爷外长紧急访问缅甸 在中劳面态 四方外长会晤上说了一句话 没人比缅甸的邻居更希望缅甸 恢复稳定和发展 这就是中国的立场 谁也不能破坏缅甸和平稳定 缅甸也不行 南部战区的实弹演习 是为了维护边境安全 同时也是为了推动缅甸局势降温 中国想让缅甸降温 但有些国家不想 美国一直支持缅甸军政府的反对派 总想抓住机会让他们搞事 意想不到的是 俄罗斯也跟缅甸来往密切 是明确支持军政府的 双方军户贸易额不少 俄罗斯想在东南亚施加影响力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更何况缅甸被称为亚洲的新的狮子路口 已经成了大国博弈场 而美国俄罗斯的介入 确实打破了缅甸局势的平衡 中国唯一的目的就是缅甸不能乱 更不希望缅甸成为大国博弈场 所以这需要我们从军事外交方面进行多方平衡 正所谓中面边境风云涌 军演震慑显威风 大国博弈乱局势 中国力保求大同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